一個23歲姓黃的男人 星期六清晨被人棄於北區醫院門口 身體多數遇傷 面部腫傷 經想救後不治 警方星期日抓索一個涉案男人 進案件列為謀殺案 並在星期一下午交代調查情況 法醫初步檢查 死者身上有多處相信由鈍物襲擊 或者拳打腳踢造成的傷勢 死亡時間初步估計是6月8日凌晨時分 但真正的治者原因 有待稍後發醫進行解剖驗屍 有歸路電視影島事發當日 由一輛黑色私家車套上假車牌 載死者去北區醫院門外 由兩個戴手套的黑衣男 將死者抬到行人路 警方星期日夜晚在白鄉黃宿園村 尋獲涉案私家車 發現車場有血跡 同一支疑似電槍 並根據線索 同晚在天水圍 抓索一個32歲無業男人 相信他與線案車輛有關 懷疑另外有線案人士在逃 地捕人士與死者的關係 仍然有調查中 他是一個32歲男子無業 相信他都有黑社會背景 但他從事實際關係 我們仍在調查中 早前有消息指死者生前從事IT行業 事發當日向父母表示 有朋友介紹工作 所以出去見工 警方在記者會上就表示死者無業 並呼籲市民如果有任何消息 可以與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聯絡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